疫情之下 2.5万亿减税降费再加码 今年说 今年要解决900万的就业 所以用这样的减税 降费的这样的方式 其实会让很多企业 大胆地去坚持下去 坚持去庸人 后疫情时代 减税降费发力点究竟在哪里 从供给端给企业 降低相对应的税和费 下一个阶段我认为 应该在消费端再下手出力 会全球精英 据天下才智 欢迎来到才智精英会 疫情之下 中国各行各业 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那么怎么样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最近闭幕的全国两会 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继续扩大减税降费的规模和力度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助力市场主体 纾困发展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日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表示 2020年中国财政赤字规模 将会比2019年增加 1万亿元人民币 发行1万亿元人民币 抗疫特别国债 主要用于保就业 保基本民生 保市场主体 同时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 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 2020年减税降费 将会超过2.5万亿元人民币 那么大规模减税降费 能在哪些方面 给疫情影响下的实体经济 带来巨大帮助呢 随着国内疫情形势的好转 进入6月份 陈先生所在的玻璃制造企业 产能开始加大 业务也快速恢复 加上近段时间 国家出台的社保 电费减免等政策 他对企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就首先是像我们社保 社保这块的话一个减免 包括因为我们其实是用电大户 那我们其实在电费这部分的话 一个减免也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优惠 包括因为我们现在的营业额 大概也就要三四千万嘛 那其实折下来的话 那个税务这块也是节省不少的 不完全统计的话 应该大概40万左右吧 这一年下来 相比之下 对于税费的减免 从事电子行业的黄先生 感受并不明显 他表示作为中小企业 在税费减免的环节中 申请审批的流程 不够快捷便利 基本上在那个2月份 3月份国家已经免了 那种所谓的社保啊 包括社保区好像 还有给我们返钱回来 我估计可能 一两万块钱可能会有吧 其实对我们这些中小型企业 还是凄乎微乎甚微的 可能就是说一些 资质比较齐全的呀 或者对一些大的公司平台 他们申请的就比较简单 像我们这种可能走的流程啊 包括审批的环节 可能会比较麻烦吧 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最新数据显示 2020年1月至4月 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9,066亿元人民币 其中包括2019年年中出台政策 在2020年撬尾新增减税降费 4,209亿元人民币 2020年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 新增减税降费 4,857亿元人民币 全国企业复产复销情况逐月向好 5月1日至20日 总体销售收入达2019年同期的96.5% 应该说我今天看到很多数据 首先是从我们这些做企业的 和我身边这些学员做企业来说 这样的获得感还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另一方面 今年做得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其实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 那么今年的4月份开始 今年要给 因为对企业来说 一方面来说 去给我降税减费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我要活下去 我需要现金流 那么现金流的这种安排 除了在国家 在整个互币基金 互币方面大量的发行之外 其实在财政方面 需要去有更多的这样的动作 确确实实 政府拿出来了相当大的一个资金 但是对企业来讲 被数千万的企业一瓶汤 每个企业所受到的减免的金额 自然而然大家可以算出来比较少 可能很多的企业没有实质性的一个感觉 这个是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 缓解疫情冲击 减税降费成为了今年两会的焦点 日前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2020年继续执行下调增值税税率 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制度 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人民币 前期出台6月前到期的减税降费政策 包括免征中小微企业养老 失业和工商保险单位缴费 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 免征公共交通运输 餐饮住宿 旅游娱乐 文化体育等服务增值税 执行期限全部延长到2020年年底 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纳税一律延缓到2021年 预计2020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人民币 2.5万亿这个税费虽然是很好 但是我更倾向于就是在这种申请方面 不需要太多门行 然后在一些大部分的东西都集中在那种所谓的财务公司 或者他们有渠道的会比较好搞 但是我们这种普通申请的话 我希望比如说我们直接在网上操作 会比较简单流程化的东西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就是要一视同仁地让所有的企业 都实实在在地得到一个清晰的指引 减免税费的一个指引 哪些是根本就在这个年度里面不用再交了的 哪些是在这个年度里面被减的 哪些是进行缓解的 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概念 这样也有利于企业的理解 更有利于政府的一个执行 才能够保证这项政策落到一个实处 那么中国每一年有1300万到1400万的人 要解决就业 2020年今年的压力特别大 我看到最近的报告 这个今年说今天要解决900万的就业 实际上今年的整个大学毕业生就有874万 所以对中国整个就业市场来说 其实压力差是很大的 所以用这样的减税降费的这样的方式 其实会让很多企业大胆地去坚持下去 坚持去庸人 这样让企业在疫情之下能够去活下来 能够去有机会未来的发展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 2019年减税降费政策效应评估报告显示 2019年中国减税降费规模 达到了2.36万亿元人民币 拉动全年GDP增长约0.8个百分点 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约0.58个百分点 拉动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约0.87个百分点 带动就业增加约376万人 尤其是在疫情影响当下 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效果不仅在于减轻了企业负担 对于增加居民收入 带动就业 拉动投资 增强市场信息 更是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中国连年出台减税降费措施 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 2016年全年实现减税降费6000多亿元人民币 2017年全年实现减税降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2018年全年实现减税降费1.3万亿元人民币 2019年实现减税降费2.36万亿元 2020年预计新增减负将超过2.5万亿元 以此计算的话 2016年至2020年减税降费规模 将超过7.76万亿元人民币 我们国家从2016年开始出台减税降费的 这一系列的举措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甚至以倍增的速度逐年的提高 到现在已经达到了预期2.5万亿的水平 一方面说明了政府正在加大力度降低税费 使企业承担的税费的水平 尽可能地于国际的水平 特别于竞争体的水平接近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 通过不断加大的税费 反映出来企业面临的压力 也是越来越大的 对于国家近来减税降费的多种政策 从事跨境电商行业的张女士 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她更希望国家应该集中在于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科研投入和人才引进补贴上 其实国家这一段时间 给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是基于对扶持出口的 那我们也属于出口的一种 我觉得它肯定是会有 在这过程中 因为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形式 你给帮助 第一你可以让企业有更多的资金 第二个就是针对 我们的高精尖人才的培养 这一块如果说通过一些政策 给到一些专项的补贴 让我们这些高精尖的人 一个是本事我们从海外引进来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现有的 这些人去做更高层次的一个培养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最近中国税入部门向银行 推送了600多万户 重点包袱的企业名单 小微企业获得税银互动 贷款金额1800亿元人民币 中国财政部官员还表示 2020年财政收入将会下降 建议将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 比2019年提高0.8个百分点 增加1万亿元的财政资金 中央财政还将发行1万亿元的 抗疫特别国债 所以按照今年将税减费的力度 财政的赤字应该在2万亿以上 所以这个时候对国家来说 其实要保证一些基本的 整个国家的运行 所以这些比如说教育 比如说一些一部分的 这些各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些投入 其实包括像一些改善 大众的一些生活条件方面 就要进行大量的财政投入 所以借助一下地方债务发债 和国家的发债的方式 来增加的财政 它的现金流的来源 去保证整个社会 仍然能够平稳地往前去发展 这点来说 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状态 我要给企业给社会去减税降费 就必须要补充财政的 它的整个支出的来源 数据显示 随着税费优惠等一系列政策实施 全国复工复产加快推进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平均开工率达99% 民营企业复工率达91.39% 中小企业复工率达84% 那么中国下一步减税降费的力度 应该放在哪里 我认为这次减税降费 主要是从供给端 给企业降低相对应的税和费 的这么一个安排 下一个阶段我认为 应该在消费端再下手出力 政府刺激一下消费的一个增长 因为相当一部分的国内的企业 得不到订单的原因 是我们国内的需求 现在还没有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而与此同时 境外的需求 砍单又是非常明显的 中国的经济和其他国家的经济 都在进入到一个 有效需求不足的这么一种状况 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 政府需要出手刺激需求 让需求尽可能快的一个增长 让人们的供给能力 恢复到疫情前的这么一个水平 疫情全球持续的形势下 保障就业和民生 尤其是解决中小企业 和普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是现在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 中国2020年不提经济增长目标 就是要把就业放在第一位 要想稳住经济 主要任务就是要稳住就业 专家则建议 后疫情时代 中国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 降低企业的负债率和融资成本 降低企业的用人负担 其次通过投资项目 投资产业 鼓励高科技 重资产企业发展 带动产业链就业 这是当前中国非常重要的 一个发展战略 数字化时代 个人信息如何保护 网络平台和企业 对他们整个收集使用 采集信息的规范 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管 加快立法落地 为个人信息安全加密 不仅是包括一个手机电话号码 而且包括你的一些生物学的信息 包括任何的 我看都属于理事权的方法 新冠疫情发生之后 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人脸识别等技术广泛应用 在疫情的防控当中 突然增加的信息曝光 让很多人担忧自己的个人信息 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近日透露 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在研究起草当中 目前草案稿已经形成了 今年全国两会部分代表委员 也提出了这一问题 并且形成了议案提案和建议等等 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政策参考 面对人肉搜索 垃圾短信 电信诈骗等各种社会公害 新通过的民法典草案确认和保障 与个人信息有关的人格权益 并规定个人信息利用的基本规则 让个人信息使用有法可依 将会有效遏制 过度搜集个人信息的乱象 郑宇杰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 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 金燕 资深律师 你好 这推出可卖的还进化 咱们律师POSE接上卡器 可以帮你代还信用卡单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下载一个APP 被强制要求获取相机定位等权限 不知道个人信息 何时何地地被泄露 一天到晚收到售楼 保险 贷款等 各种骚扰电话 因个人信息泄露 用户可能遭受推销电话 垃圾短信 垃圾邮件 甚至诈骗电话的骚扰 不仅会对被侵权者个人生活带来不便 也可能会造成物质 精神上的实质损害 第一点就是我们平时生活中 接到骚扰电话 陌生短信很让人烦了 这种就是第一点 另外就是大家所能接触到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私密空间的信息 居住信息 甚至个人的简历 个人的电话号码 地址等等 这些全部都属于 生活信息都属于 它范围非常宽了 我可以基本这么判断 就是关于个人的 基本上一切信息都属于 个人隐私的范围 所以他把这个信息已经扩得非常宽了 那么还有一个信息 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认为是个隐私的 就是未知信息 就这个人去哪了 他的轨迹是什么 这个也是要受到法力保 截至2020年3月 中国网民规模为9.04亿 互联网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同时 信息风险也随之越来越大 电信网络诈骗层出不穷 其背后的黑灰产业技术和手段 一直在变化 民众防不胜防 中国虽然有很多互联网的法律法规 但这些法律条文未成体系 多个部门也是九龙治水 难有时效 形成了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区域的 空白地带 今年全国两会上 不少代表委员带来了 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建议 议案和提案 比如说从隐私权的角度来说 这次民法典特别提到了 把隐私权叫做 个人生活空间的安宁 把它纳入到隐私权当中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新的表述 那什么叫做生活空间的安宁 就是你经常 比如说骚扰电话 骚扰的电子邮件 骚扰的短信 就这可能在社会公众 在日常生活中 都会经常遇到 近日 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这是新中国第一步 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 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深刻关切 其中民法典对隐私 进行了明确界定 旨在对行中信息在内的 个人信息加以保护 我觉得它的定义写得非常的好 就是说非常的与时俱进 非常的国际化 或者有国际法 它是用一个私密的这个词去定义 我觉得是定义是非常准确的 和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一些 关于隐私权的定义也是基本一致的 就私密的空间 私密的信息等等 这些都属于隐私权的 所以而且把公民的信息 要扩大的范围比较广 不仅是包括一个手机电话号码 而且包括你的一些生物学的信息 包括任何的 我看都属于隐私权的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给你明确地界定了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 在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 进一步强化对隐私权 和个人信息的保护 草案指出 自然人享有隐私权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刺探 侵扰 泄露 公开等方式 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现行中有150部法律 都提到个人信息的保护 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了 典型的像网络进行安全法 还有这个小法 还有我们的这个刑法修正案9 这些对于个人信息安全 以及个人的信息的保护 都有相关的规定 所以我们已经有这么多部法律了 这个就会造成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这些法律有个特点 就是说非常的散 遍布在各个法律里边 每个法律都提那么一嘴 但实际上来说 你要去让我们的被侵害的市民 去维权的话 你会遇到一定的困惑 这么多个法律 我试用哪一个呢 民法典就给你统一了 把这整个相关的这些规定 给你统一规划到民法典里边来 所以这就是一种 在民事方面的一种进步 与姓名 职业 通信记录这些传统信息相比 如今人脸 指纹 声纹等生物特征数据同样重要 2019年的9月份 一度成为互联网热门应用的某换联软件开发企业 因为涉嫌为依法依规收集使用人脸信息被公信补约谈 当时就有专家表示 生物特征数据具有唯性和不可再生性 无法更改和变换 一旦泄漏将会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大数据时代如何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数据安全 谁来监管非法窃用个人信息的行为 这些问题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息息相关 互联网信息时代 大数据的应用带来了机遇与便利 也带来了用户对自身隐私安全的担忧 APP专项治理工作组发布APP违法违规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报告2019 截至到2019年12月 举报渠道共收到网民举报信息12125条 涉及2300余款APP 其中举报数量最多的问题为 超范围收集与功能无关的个人信息 强制或频繁索要无关权限 存在不合理免责条款 无法注销账号 默认捆绑功能并一揽子同意 在现有的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加强对采集信息 使用信息的主体 其实主要是网络平台和企业 对他们整个收集使用和采集信息的规范 要加强对他们的监管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我们在整个执法机构上 或者说我们的监管体系上 必须要进一步明确 因为现在是过于分散 不同的行政部门和执法部门 都有相关的权限 在欧盟方面 最新修订的法规规定 如果没有经过个人允许 或者没有经过法律认证 有公司出现 擅自处理用户敏感信息 那么这些公司 可能将受到1000万欧元 或者公司年度销售收入 2%的处罚 而在日本 泄露个人信息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最多可被处于6个月以下徒刑 再加上罚款等 2018年Facebook被处罚 被美国FTC处罚了50亿美金 我们可以看到 欧美的司法实验中间 它使用经济的处罚的力度 是非常之高的 而且欧洲的通用数据管理条例 它的规定也是 它的处罚最高是2000万欧元 或者是达到营业额的4% 哪一个高就采用哪一个 我觉得国际上最大的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两点的一个借鉴 一个是执法 执法的力度 执法的速度 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 另外一个就是罚款的金额 如果说我们这个 个人信息安全法 能够加大处罚力度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是给个人信息保护 加装法制盔甲 给相关企业 从业人员和其他人员 带上法律的紧箍 为企业行为标明底线 防止个人信息被有意无意 甚至恶意的搜集 泄露与贩卖 损害公众权益和公共安全 我觉得我们侵犯个人信息 最严重 市民最非常的讨厌和厌恶的 就是这种电话号码的一种泄露 其实这是一个看起来 并不是很隐私的东西 但确实是隐私权的一个核心 也是民法典中提出第一条 就是泄露电话号码 短信骚扰 这种是一个电信系统的一个顽疾 这个不完全是一个法律能解决的 数百年来 瑞士银行因为严格的保密制度而闻名于世 而互联网巨头Facebook 因泄露用户信息 2019年被美国处以了50亿美元的罚款 在大数据时代 个人信息获取更加容易 而个人信息保护 已经成为了互联网时代的重大法律问题之一 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领域 多种法律手段 因此必须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 来解决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 构建个人信息保护的多元法律体系 因此要做好顶层设计 积极推动立法 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基本规则 尤其是要通过立法 大幅度提高信息泄露和侵犯的违法成本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如何立好规矩 建立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有效机制 就变得比以往更加紧迫